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你知道大陆的城市人流行什么呢 周末他们流行去农家乐做客 什么是农家乐呢 就是我们台湾人口中的休闲农场 接下来我们带您去看的 就是成都市近郊棉竹市的酒寨春天 这里可以品尝到最道地的川菜 回锅肉 也可以看看四川人休闲生活的模式 厨房内厨师忙着大伙爆炒 回锅肉和刺鸡豆 厨房外四川民众三五好友聚在一块 喝穿茶聊是非 有人跟四个凑一桌 打起四川麻将起来 好不热闹 在四川人的心目中 这可是休闲天堂哦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距离成都市北方八十公里 住的棉竹市哦 来到棉竹市 你一定得造访当地最出名的农家乐 什么是农家乐啊 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休闲农场 来到这儿呢 你除了可以品尝这个 道地的农家菜之外呢 最主要你还可以学习成都人哦 打打牌啊 喝喝茶 体验最佳的休闲方式 我的好兄弟 就在春天欢迎你 没想到成都的乡下人 也跟我们台湾一样热情哦 好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吧 热情拥抱欢迎我的王老板 今年四十六岁 原本从事酒水批发生意 四年前因为想让自己轻松些 就在棉竹市开了间 二星级的农家乐 也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休闲农场 四川收价来此做客 可以积极五藏庙 也可以打打牌消磨时间 呼吸新鲜空气 是最天然的氧发 我感觉这边那个风景挺好的 然后有的时候在那个大都市里面 生活习惯了 然后来呼吸一下这个天然的氧巴 然后感觉心情都会好一些 王老板为了让每个人 都可以来到这儿享受 打出十元吃饱 钱多吃好的口号 不论是有钱的生意人 或是一般薪资阶层都消费得起 而这里最热卖的一道菜 不是难得一件的功夫大菜 而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回锅肉 相传起源于民间祭祀 敬鬼神祖宗的贡品 拜完回锅炒 因此叫回锅肉 只不过久在春天的回锅肉 和传统的不同 可是加了独门配料 盐菜是我们四川比较有特色的 然后是经过我们自己的腌制 晾干然后加盐 然后放在毯子里面发酵 然后三至四个月的发酵 然后成品之后 它的口感比较香 酱香味比较浓郁 那为什么你在做回锅肉的时候 要盐菜不用新鲜的蔬菜呢 因为加了我们四川 地方特色的盐菜 然后更能体现出我们四川的风味 然后口感比较香吧 将三层肉手工切成 一片片薄度只有二厘米 过油去除多余脂肪 吃起来才会干香带嚼劲 并且牛锅 将皮线豆瓣 花椒等调味料翻炒入味后 增加它的咸辣度 接着放入两颗小青椒 和煮出特制的盐菜 最后把炸锅的肉片 回锅大火翻炒三十秒 炒出来的回锅肉 获气十足 咸香下饭 这个回锅肉是我们四川的一道特色菜 我更喜欢这家久在春天的盐菜回锅肉 它吃起来不同于传统的蒜苗回锅肉 它的味道肥而不利 味道鲜美 太好吃了 除了回锅肉是川菜中的经典之外 眼前的这一道干扁四季豆 也是四川最常见的家常菜 高师傅选用本地产的四季豆 下锅前一定得仔细去精 山菜里头有许多菜都要先过油 加快成菜的速度 四季豆也不例外 只不过四季豆切记吃半生不熟 最重要的关键是必须要成熟 完全熟透 如果不熟透的话 会产生一种毒素伤害人 那四季豆可以吃生的吗 四季豆应该还可以 但是不能够生吃可以 熟吃可以 但是不能不生不熟地吃 将肉末大蒜花椒干辣椒和芽菜 一起下锅扁香 所谓扁指的就是少油翻炒 炸可是多油 当肉末炒得熟 再和四季豆拌炒到锅内汤汁收到拌干 就可以装盘上菜咯 这个四季豆是我们四川 很家常的一道小菜 是很难做的 可是这里的做法很简单 但是很入味 让我们吃得很舒服 这是我们必扁的一道小菜 想来点辣的菜 可以尝尝这一盘辣子烧野猪 将带有鲜辣味的二丁调辣椒 可带酸味的泡辣椒 以螺旋式刀法切成条状备用 用泡辣椒的原因是 因为突出它的酸辣的口味 比较简油腻吧 然后比较开胃 然后用青辣椒 鲜青辣椒 还是味道比较好 然后颜色也比较好 比肉猪成本贵上三倍的野猪 后腿肉做成块状 用水烫过去除异味 接着过油去除多余水分 肉质才会紧缩 另起一锅将麻辣锅底料 一些豆瓣 蒜泥和花椒 加水拌炒成铜汤锅底 技巧是火候掌控 只能用中温150度左右 不然锅底容易烧焦 将锅底的渣瀝干净 加入烫过的野猪肉 中火烧到水收干 辣子烧野猪 麻辣味浓 吃到下饭好菜 我觉得它这个辣椒非常有特色 它不仅不同于一般的 而且它有点酸味 然后它的肉质呢 非常的有弹性 嚼劲很好 我非常喜欢 酒窄春天除了菜色好 环境优美吸引人之外 最重要的是 王老板特有人情味 512汶川大地震那时 棉竹也是重点灾区之一 他免费提供了青菜白粥 给灾民享用 一个月下来 近万名的灾民们 因此免受饥饿之苦 而且不止如此 听说王总 在我们台湾巴巴水灾的时候 也有捐盘对吧 对 台湾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同胞 只有我们 当时一天台湾遭水灾之后 我也心里感觉难受得很 因为512大地震 我们也得到台湾同胞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所以我说 自愿捐一千块钱 卸一份微博之力 乐与助人的王老板 成功将休闲和美食 结合在一块 十元吃饱 钱多吃好的口号下 让酒债春天的生意 最高单月可以达到 50万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 250万元 被誉为年租地区 最具规模的农家乐 感谢观看